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许多动物眼中的美食 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别的动物吃掉 它们懂得掩藏自己或装出凶狠可怕的模样 甚至在皮肤里制造毒素 让敌人倒足胃口 并非所有的青蛙 都是单调的咖啡色 或草绿色 它们有黄色 橘色 金色 红色 白色 甚至蓝色的呢 另外还有些青蛙 全身布满了亮丽的花纹 鲜艳的颜色 特别是黄色和红色 是在警告其他动物 青蛙不好吃 甚至还有毒 青蛙的生命 由卵开始 当卵孵化的时候 蝌蚪游了出来 然后蝌蚪再慢慢变成小青蛙 动物的这种奇妙变化 就叫变态现象 科学工作者 在浙江四川等地区的稻田里 捕捉了若干支泽蛙 黑斑蛙 进行解剖分析 发现这些蛙胃中 昆虫占绝大多数 而且大部分是害虫 其实不论在南方或北方 蛙类都是人们的忠实朋友 蛙类除了对农业生产 有很大贡献之外 还有其他的用处 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作为人类的朋友 青蛙理所当然 应该得到人类的保护 感谢观看